很多时候做完直肠癌手术的时候 病人都要做一个做口 就是将一个长度的一部分 直接连接皮肤的位置去帮助排便 有一部分的做口其实就是短暂性的 主要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可能短暂要做做口 帮助他的长度的伤口可以慢慢回复 之后才接迫 带了小部分的病人就大概三分一左右 如果肿瘤在很近肛门的位置 如果他撤除肛门的肿瘤之后 他就要做一个永久的做口 透过这个做口帮助排便 虽然现在做口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 很多人在街上走 带着个做口袋其实你都未必会发现到 但无可否认 带着一个永久的做口 其实对病人的社交方面 或者心理方面 其实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不论年轻的病人 或者年长的病人 一提到这个做口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抗拒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直肠癌的手术做完之后 就算我们可以成功撤除了肿瘤也好 或都或少做完手术之后 他那个直肠的功能 其实都不能够去完全回复 病人可能做完手术一段长时间 他都会经常有一个现象 就是常常都会上谷上去排便 有或者甚至有肚瘤 甚至是失禁的现象出现 所以很多病人其实做完手术之后 他那个社交或者心理 都因为这个直肠的功能 是不能够完全回复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